却说南京参议院收到袁世凯发来的誓词后 公认他为大总统 又按惯例致辞道 共和兆端 群智代理 养公才望 必以太厄 毕露蓝旅 孙公既开其先 发阳光大 我公宜善其后 四百兆同胞公义之所托 两亿里山河大命之所计 苟有允月 轮须随之 旷军兴以来 四民措业 满目疮痍 六师普路 九府愧结 转危为安 劳工夫失 本院代表国民 由不得不全权敦眠者 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 伦比宪法 其守之为谨 勿逆于情 勿林专断 勿侠非德 勿登非财 凡我共和国五大民族 有不至成爱戴 皇天后土 时事平之 谨致大总统喜寿 比宫另出为行 重为福信 亲念哉 这篇文告正式承认了袁世凯的总统地位 在此之前 各省代表会组织临时政府 曾经商议过组织法大纲 共四章二十一条 此次军事行动结束 应该酌情修改 较以前更加完备 在中国历史上 并没有民主政体可供效法 一旦创造起来 毫无依据 只好依照世界上其他的共和国 作为蓝本来制定法律 当今世上外国共和 要算法美两国制度最好 法国的制度是 内阁分社各部 推众望所归的人物 做内阁总理 负全国行政上的责任 总统是没有大责任的 政治家称之为内阁制 美国的法制 内阁也由各部组成 只是没有总理 要总统自担行政上的责任 政治家称之为总统制 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采用美国制度 因为湖北新军起义 各省联络 与美利坚13州联合抗应 是差不多的形式 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 由总统担负责任 到了南北义和 需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时候美国的制度就不合适了 于是改为采用法国的内阁制度 一来好集权中央 二来好辅助援手 说是这么说 实际上这是为了钳制袁世凯 才选择了法国的政体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所以在以前电报中约定的六款 就有设置国务总理的条件 如今因原总统就职在即 各议员协力修改 斟酌了二三十天 方将全案修成 共七章五十六条 涵达袁世凯 袁世凯并无异议 于就职的第二天宣布出来 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说实话 如果只看这部临时约法的话 会觉得中华民国是挺好的一个国 所以我把全文读一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 内外蒙古 西藏 青海 第四条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 国务员 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下列各项之自由权 一 人民之身体 非依法律 不得逮捕拘禁 审问处罚 二 人民之家宅 非依法律 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 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 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 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第八条 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 人民有诉讼于法院 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力之行为 有陈诉于平证院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有应认官考试之权 第十二条 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三条 人民依法律 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 人民依法律 有服兵之义务 第十五条 本章所在人民之权利 有认为增进公益 维持治安 或非常紧急必要时 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参议院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 以参议院行之 第十七条 参议院以第十八条 锁定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十八条 参议员 每行省 内蒙古 外蒙古 西藏 各选派五人 青海选派一人 其选派方法 由各地方自定之 参议院会议时 每参议员 有意表决权 第十九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下 一 议决一切法律案 二 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 三 议决全国之税法 避制及杜良恒之准则 四 议决公债之募集 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 五 承诺第三十四条 三十五条 四十条事件 六 答复临时政府咨询事件 七 受理人民之请愿 八 得以关于法律 及其他事件之意见 建议于政府 九 得提出质问书 于国务员 并要求其出席答复 十 得资请临时政府 查办官吏纳会违法事件 十一 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 认为有谋判行为时 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 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 可决弹劾之 十二 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 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 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第二十条 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 第二十一条 参议院之会议 许公开之 但有国务员之要求 或出席参议院过半数之可决者 得秘密之 第二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 自由临时大总统公布实行 第二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 如否认时 得于自答后十日内声明理由 自愿复议 但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 如有盗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 扔值前一时 依照第二十二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 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 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办者为当选 第二十五条 参议院参议员 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 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二十六条 参议院参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 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 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条 参议院法 由参议院自定之 第二十八条 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 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第二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由参议院选举之 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 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 总览政务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 或基于法律之委任 得发布命令 并得使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队 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 但需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 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 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 得宣战购合 及地结条约 第三十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 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 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起勋章 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 临时大总统得宣布大赦特赦 减刑付权 但大赦需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 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 互选九人 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制 第四十二条 临时副总统 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 或不能逝世时 得代行其职权 第五章 国务员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 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 负其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 提出法律案 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 需附属之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 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 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 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条 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 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 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 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条 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 及刑事诉讼 但关于行政诉讼 及其他特别诉讼 别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条 法院之审判 须公开之 但有认为 妨害安宁秩序者 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条 法官独立审判 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五十二条 法官在任中 不得检缝或转职 非依法律受刑法宣告 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 不得解之 承戒条规 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负责 第五十三条 本约法施行后 限十个月内 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 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 由参议院定之 第五十四条 中华民国之宪法 由国会制定 宪法未施行以前 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第五十五条 本约法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 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 经参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 出席员四分之三之可决 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既然颁布 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当然废制 原总统就依照约法第四十三条 任命国务总理 组织新内阁 国务总理一直准备授予唐少仪 因为唐是袁世凯的心腹 但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总统任命内阁总理 需经过参议院同意 袁总统不变违法 于是致电参议院议决 参议员听说 任命唐少仪为总理 多半赞成 当即通电 垫付袁总统 袁世凯随即任命唐少仪为国务总理 唐少仪奉袁总统命令 由北京来到南京 组织国务院 这个时候唐少仪突然提出修改官制 计划把原来的九部改为十二部 除外交 内务 财政 陆军 海军 司法 教育 七部 仍然照旧外 把实业部分为三部 一是工业 一是商业 一是农林 交通部分作两个部 一是交通 一是邮电 把两个部分成五个部 这是什么理由呢 不过是因为南北统一之后 两方面都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需要安排职位 唐少仪身为总理 不能只照顾一方 所以就有些左右为难 无奈之中想出个办法 打算添置几个部门 安置这些人 另外呢 提出机构改革方案以后 必须经过参议院通过 才能生效 倘若议员反对 当然就不能成立 唐少仪也就有了理由 说你看看 不是我不想安排你啊 是参议院不同意啊 这是唐总理取巧的办法 果然 他的方案在参议院未能通过 参议院只同意 把实业分为两部 一个是工商部 一个是农民部 邮电仍然并入交通部 不用分开 从此呢 就把九个部改成了十个部 3月29日 唐少仪力临参议院宣布证件 并提出各部总长的名单 请求同意 这份名单是这样的 外交总长陆征祥 内务总长赵炳钧 财政总长熊西陵 陆军总长段祁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慧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人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梁如浩 这十部总长名单里 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 跟以前相同 王宠慧是旧内阁的成员 但是由外交总长 改任司法总长 其余各部首长都换了人 段祁瑞 刘冠雄 赵炳钧 都是元系人物 这当然是元世凯受益的 陆征祥素武党派 熊西陵属于新祖的统一党 宋教人陈其美两人 与蔡元培王宠慧 都是同盟会成员 一直是同志 唐绍仪本来属于旧官僚派 因为思想很开明 上次南下讲和 与同盟会中的人 相处也很融洽 到了组织内阁的时候 又新加入了同盟会 所以大家称他的内阁 为同盟会内阁 其实呢 这个内阁的重要位置 都是元系人马 称为同盟会内阁并不恰的 接下来经参议院投票表决 只有梁如浩没有得到同意 其余的人均以多数票通过 唐绍仪于是离开参议院 发电报向元总统汇报 次日由元总统正式任命 各部总长都已经到位 只缺交通总长 暂时由唐总理兼任 唐内阁算是完全成立了 这时候就轮到临时大总统孙文 应该按约定辞职 孙文于是在四月初一 亲至参议院行解职礼 自然又要发表一番宣言 欲知孙中山如何宣言 下回接着讲 队优众 社acc 祯 和 商нал 商 家